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一将的频道 每天世界上都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包含一些令你怀疑自己双眼的超自然现象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发生于日本以及欧美的心灵印象 如果你那边刚好是深夜 请记得调小声音慎重观看哦 下面的影片是由海外某YouTuber拍摄 朗利特庄园是英国的一处乡村别墅 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 别墅面积庞大 是英国首个对公众开放的贵族住宅 和世界上非洲以外的首个野生动物园 在这座古老庞大的迷宫中 很多人目击过一个被称为绿色贵妇人的领体 此影片的拍摄者史蒂文也造访了这座庄园 晚上他听见了一些奇怪的声响 寻着声响走去后拍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可以看到楼梯上出现了脚的影子 再一步一步往下面走 渐渐的越来越清晰 呈现出一个娇小的影子 而且似乎可以听到他走路的脚步声 仔细看影子的头和身体的部分 会觉得很不自然 有点令人头皮发麻 影片被分享后 这个影子也被认为是绿色贵妇人的先生 据说绿色贵妇人却有其人 她是嫁给了威马斯子爵 于1710年至1751年居住于此的路易莎卡特雷特 路易莎伤害了自己的恋人 并把她埋在了储藏室的地下 在1900年被埋葬的遗骨被发现 据说路易莎于1736年南场过世 自那之后庄园的各个角落 开始不断流传目击到绿色贵妇人身影的传闻 影片中的奇妙的存在 是否也是贵妇人的现身呢 在东京霸王子市上川町秋川街道附近 有一条废弃的隧道 这条隧道早已经被封闭 不能通过各种车辆 称之为旧小峰隧道 这条隧道1912年竣工 是东京都近郊有名的林玉多发地 下面的影像就是被拍摄于旧小峰隧道 据说这部影像当时在日本某论坛 引起很大的讨论 但现在已经被删除了 在网络上已经不见踪迹 可以看到隧道远处似乎渐渐出现一个 身穿白衣的小女孩 然后越来越清晰 移动也不动地站着 虽然有人认为这部影像存在造假痕迹 但据说影像被分享后 在隧道两公里 影内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幼女的遗骨 另外据说这条隧道 是幼拐幼女伤人事件的凶手 宫崎勤残害一名幼女的现场 宫崎勤在1988到1989年间 在东京和奇遇 幼拐伤害了四名小女孩 手法极其残忍 后来有一些路人称 曾经在这里看到过 被宫崎勤残害的幼女的灵魂 同样也是在东京霸王子附近的 一个经常发生 灵异事件的废弃隧道 某天一位探险者走进隧道 拍到了下面的画面 可以看到本来乌黑一片深手不见物质的隧道 在当摄影者打开手电筒后 前方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 据摄影者描述 当时什么也没有看到 是回家播放这段影像时才注意到 有个人出一粒在前方 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浑身不适 据说摄影者现在在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这部影像被分享于海外某YouTuber 某天深夜他在家工作时 注意到了家中的监控摄像 似乎拍到了某些不讨喜的东西 监控摄像机中出现了一团奇怪的影子 一直在往右边移动 监控似乎把它认作为一个移动的生物 所以特别显示出了记号 一直在追踪那团影子 一开始由于和地面有重合 似乎只能看出一团黑影在移动 但到后面你会发现 这个影子有黑白两个部分 目前看到的很多怪异的影子 都是单色 白色或是黑色 这个黑白相间的影子实属不常见 或许你会认为这只是风沙 单一这样觉得看上去实在是很不自然 而且移动到右边时 树叶也没有摆动 说明当时并没有什么风 下面这段影片被拍摄于纽约某个住宅区 街道的监控摄像机 拍摄到了诡异的一幕 可以看到画面有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白影 呈现半透明状态 而且一种奇怪的跳动的步伐 再往右边前进 据住宅区的居民说 这个街道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少女林 名叫艾米丽 深夜经常有人在家中 或是路边听到怪异的少女的笑声 然而环顾四周却总是没有人 这个被监控摄像机捕捉到的奇怪影子 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艾米丽呢 下面的影片被分享于日本某轮坛 拍摄地不明 某天的夜晚 分享着一个人在家附近散步 结果听到了类似铁器创击的声音 她循着声音走去 拍到了下面的一幕 可以看到铁门上拴着的锁 居然自己在上下摆动 与铁门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 据发想者说 当天以为是小孩子在做恶作剧 结果走进了发现根本没有人 而且那天也完全没有风 不可能是风的影响 而且拉近画面仔细看 你会发现铁门背后 似乎可以看到隐隐于于的头颅 音音降绝的这种带有想象空间 黑暗背后物质的恐惧最为可怕 分享者表示 自从那往后 她再也不想走进那条路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你觉得哪一个最令你觉得头皮发麻呢 记得留言告诉一下你的想法和意见 喜欢异教的朋友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